如果有人提到他家的车室宝马分池等车系 说明这个人家里条件还不错 如果有人提到他家的车室路虎 那说明这个人家里的条件很不错 路虎与豪华型SUV而广为人知 可以说是SUV是路虎的代表作了 不仅如此 在目前所有拥有SUV的车系中 只要以路虎最为出名 与其他品牌的SUV相比 路虎的SUV就像它的名义一样更加霸气 而选车必看的是动力系统 也是让人无可挑剔 价格相对昂贵的路虎除了身价高 还有来源更是高贵 毕竟曾是英国皇室的专用车 首先是路虎的外形 就不用说了 充满了霸气和王者风范 然后路虎的内部 今年推出了缆胜行政版路虎 特别设计的3.0T发动机 搭配8IT一体变速箱 让整样车的性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所以说一分钱一分货 这句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价格百三大点的路虎 在细节方面自然也是做得十分到位 车内的真皮座椅不用仔细分辨 光是用手触摸就可以感受到它的货真驾驶 显示器的精致和独具科技感的触摸品 更是为了这辆车增加了不少的印象分 在车的速度方面 最高可以达到200公里每小时 最重要的是光是载车的标志和排面 让你看出去都十分有面子 这下终于知道为什么有钱人都喜欢买路虎了吧 要知道有钱人也并不傻 买车也不仅仅是冲着它的价钱和品牌去的 性能也同样重要 如果仅仅只是为了面子 而买价格昂贵 性能却差的不是一行半点那种车 要么是这个人脑子嗅到了 要么是这个人 只是为了买回家停在车库里 先来到家里的亲戚朋友炫耀一番罢了 路虎的价格和性能决定的这个品牌 注定会受到富豪们的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Lipi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儿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